那么主持姚池金姆的花莲市国府里 无极慈灵慈慧堂日前举办中原普渡 会获是将供奉的物资包括了首诗等 分送给各社府单位 而其中有部分的生活物资则是捐给了花莲市公所 那么这些物资也透过了社府资源整合平台 首诗的山深转送给花莲市清洁队 而其他的物资则是存放在食物银行 主持姚池金姆的无极慈灵慈慧堂日前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 会后把贡品包括首诗分送给各个社府单位 其中有部分的物资就捐给花莲市公所 市长魏家协15号的晚间协同了县员魏家宴 前往无极慈灵慈慧堂表达感谢 我们谢谢慈灵慈慧堂 长期以来对于花莲市的一个不论是清洁队的关心 还有我们弱势家庭的关怀 都长期一直以来对我们这样子一个给很多的一些物资 那今天特别是在几个共评的部分 首诗的部分 加入清洁队给我们队员来补充体力 那还有一些干货的部分 那明天也会将给捐给花莲市公所 来做相关的妥善运用 谢谢我们彭公主跟陈祖寺 对于花莲相亲的一个疼爱 那也谢谢这些信众大德 那让我们花莲可以组起爱的一个循环 也希望借由这样的循环 能够帮助到更多相亲好朋友们 在此我代表花莲市民谢谢他们 也尽请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也跟花莲市公所来做相关的联系 吴奇慈林慈惠堂主事陈晓玲表示 为了传达母娘对世人关怀 在普渡法会之后把物资全部都捐出来 转送给有需要的家庭 让他们可以感受到母娘的慈悲心 今天是母娘圣诞 也是我们中原普渡 我们都捐赠给慈善机构 我们市公所 还有原住民儿童少年之家 还有玉里的罗神父 还有很多的弱势团体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每年都有这个活动 中原普渡 这是我们传统下来的 满满一香香的物资 装着面食调味料罐头沙拉油 还有米等多种民生物品 要透过花莲市公所 转赠给弱势家庭 熟食三生部分 是转送给花莲市清洁队员 其他物资则是存放在食物银行 让寄住弱势的贡品 可以发挥二次功德 让更多人可以受益 届会 简安相报导